吴妮娜 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来关心 23号凌晨1点41分发生瑞士规模6.6强震 根据中央资像局地震报告显示 地震位置在花莲县政府南方62.6公里 位在花莲县的近海 地震深度是30.6公里 从凌晨1点到6点已经连期震 那么中央资像局也表示 在未来三天内恐怕还会有规模5以上的雨震 一阵天摇地动23号凌晨1点41分 花东地区发生有感地震 全台有感而且狂摇100秒 地震规模6.6深度31公里 但在先前1点06分左右 台东也发生瑞士规模5.4有感地震 之后整个深夜都不平静 你们都是被下行 对啊 三次了 接着隔两分钟 在1点43分 1点46分分别发生规模6点14点7的地震 40分钟之内狂震四次 位在花莲的设计公司地震发生当下 店内的监视器拍下 所养的多只猫咪突然砍向外面 接着开始逃命 老板还悠哉持泡面 正想走上门口 就因为地震的摇晃 干净把泡面放在地上 然后去扶住公司内的重要资产 缩性物品没有倒下 可见当时地震摇晃的程度相当惊人 花莲近海规模6.6的这起地震引发的震度全台都有感 往前看四十几年近半世纪的时间 这个地区只有15起规模5以上的地震 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陈国昌说 今年规模超过6以上的地震已经累计了三起 地震情况延续去年较为频繁 有这么大的规模地震 我们还是不抬起 它的余震会规模超过5 截至凌晨4点29分 全台大大小小以及小区域的地震累计超过20起 陈国昌怀疑台湾周边地区 甚至全世界地震活跃期开始在上升 这三天恐怕还有规模5点5以上的地震 花脸台东沿海地区的民众需要多加注意 记者综合报道